同学在练习Sally Wars曲面课程这个善业的范例的时候呢 会说他找不到曲线的穿越参考点 也就是说我们在铺善业这个曲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把轮廓线先做出来 然后进而做出我们要的曲面 那但是呢同学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找不到相关的两个这样的一个端点 那同学遇到这个问题 我本身其实没有遇到过 那我帮同学在这个选项里面找了一些相关的设定 也没有相关的设定可以去开关这个点 那网路上面也没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我们就先来讲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那同样的我们既然找不到点 我们就自己去创造我们要的点 我们可以去选择在参考几何里面的点 然后我们就去选择这个边线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百分比 设定为百分之零 那就是在线的一个端点上 好 确定 好 按Enter可以再重新做一次 好 我再去选择 好 这个点 一样呢 百分比 好 选择百分之零 好 这个时候呢 选择确定 好 这边又做了点二 好 再按个Enter键可以重复上一个指令 那我们这可以去选它 好 这边呢 给它选的是百分之百 就是在线的另外一个端点 再做一个点 好 再做一次 再选择这个边线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选择零 我可以再做一个点 那我们自己创造的这四个点 我们一样可以用曲线里面的穿越参考点曲线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去选线上的端点 我们就直接去选我们刚刚自己创建出来的点一点二 好 这边做一条 好 再一次哦 穿越参考点曲线 好 比如说点三点四 好 再做出来 这个没有 好 点三点四 好 再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利用边界曲面 好 把我们要的这个边线 好 我们可以再加进去 就可以完成这个曲面的铺设 好 那这边的观念就是 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要的点 那我们就自行去创造我们要的点 好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 好 那这边同学的话就可以试试看了